要防止武漢肺炎 经由飞沫传染 内政部长徐国勇 在立法院表示 要暂时取消 全国性的酒册 但是他也强调 地区性酒册 还是有需要 因此会照做 我们全国性的酒册 我们也暂时取消 台湾确诊武漢肺炎个案 持续增加 内政部长徐国勇 从五号上午表示 为了避免飞沫传染 暂时取消全国性 每个月两次的大规模酒册 并且停止警方使用酒册棒 第一线执勤的警方人员表示 出勤的时候会佩戴口罩 酒册器的塑胶棒吹嘴 在使用前后都会加强消毒 可能有些人担心说 上一个检测者 可能气体还留在 这个酒册器里面 那如果我回吸 是不是会感染 是没有办法 根据警政署统计 去年一月份到今年一月 六都酒驾取缔的件数 接近六千件 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表示 台湾一年的酒驾案件超过十万件 对中央的政策表示担忧 每天都有人在伤亡 我们希望要给远警完备的这个配套的这个装备 内政部长徐国勇下午说明 由于全国性的酒册工作 动用到相当多的保警人力 考量防疫期间需要有效运用防疫人力 才会决定取消 不过强调地区性的酒册有需要 还是会照做 县市首长的反应大不同 目前并没有停止的计划 那我们在执勤的方法上 会做到远警跟这个酒册者 能够适当的隔离 其实酒驾对国人 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他这些杀手不会施行 这个无形的杀手的病毒 新冠肺炎 我会做好弹性的应变 该严格的时候 该取缔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新冠肺炎影响 而耽搁掉 因应疫情取缔酒驾 地方做法不一 酒驾防治团体呼吁政府 应该在酒册领检的时候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但也要兼顾执勤远警的防疫安危 而不是因为酒册吹出来的气体 可能传染疫情给远警 就取消酒册 记者综合报道